今天我們可以啟動能量 好運快來的小祕法 是 我們常常講說我們運勢 一定要順風順水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健康 沒有搞定好的話 其實你掌握不到好運氣 好漂亮喔 所以今天還是要教大家 就是要讓自己順風順水 得到好健康 得到好運氣的小祕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講洋宅風水講的是什麼 常風聚氣對不對 風水 那如果我們人體也有五大 地水火風 所以我們不管在世界上也好 人體也好 我們百分之七十 跟水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是 水又為財 水也是可以顧健康 所以像很多醫生 很多專家都鼓勵說 不管你今天要健康也好 你想要瘦身也好 身體的適當的補充水分 要足夠水分才會讓你 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健康跟瘦身 對 所以我覺得呢 喝水真的太重要了 那其實很多人都忘記喝水重要 所以大家會想到說 等到口渴的時候才喝水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其實像有很多人都會說 你建議你手機一定要設定鬧鐘 有沒有 然後就是定時一定要喝水 補充水分 所以可以設定鬧鐘 第二個就是 大家每次就是定時定量 你可以用一個寶特瓶固定的 一個莫素 你就定期把它喝完 為目標 那我就第三個呢 是養成一個好習慣 就是你可以選擇一個 漂亮的裝水的容器跟杯子 對 你會很有感覺 對 那我們講 要喝出好運氣呢 其實呢 跟大家那個整理呢 房間其實有很多開運的一些 讓你可以裝水的容器 第一個呢 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常常會攜帶就是這一瓶 這一瓶的話呢 它滿有特色的就是 這一個玻璃瓶呢 它上面呢 全部纏繞了什麼呢 黃財神的心咒 周采的 周采的 然後你會發現 它那瓶子下面呢 還有一個黃水晶 對 因為其實水呢 本身有記憶的功能 其實那個日本的一個博士 有測驗過嘛 水是可以記憶的 所以你裡面裝這個黃水晶 外面呢 用這個黃財神咒呢 代表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呢 把這個財神那樣的這個記憶呢 把它裝在這個水裡面 當你每在喝一口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補足 你身上的能量之外 也可以補足好的財庫 所以你看喔 像有時候在宗教團體當中呢 像道教 它在開壇儀式的時候呢 它也會用福去當淨水來賞 當作是跟神明之間的一個溝通 那基督教的話呢 也會有所謂的聖水 佛教呢 也會有淨水 所以水本身呢 它是扮演著一個人跟無形的 例如說神佛的溝通的橋樑 當然跟我們的健康也是直接有關係的 所以你可以準備一個透明的玻璃杯 然後呢 上面可以去 例如說去列印一個 柴神座的貼紙把它貼上去 那也有這樣的效果 當然如果它的容器裡面 可以裝這個黃水晶的話更好 那黃色呢 代表柴庫的意思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覺得你不是很方便 帶那麼大瓶的話 在家裡辦公室呢 你就可以準備這種馬克杯 這也太漂亮了吧 我想要綠色 但是顏色好高級 對啊 我想要綠色 真的 你們都喜歡綠色的話呢 真的很有眼光 我喜歡那個藍的黃式藍 是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黃式藍 那綠色是什麼綠 招財綠 我亂講的啦 你真的好會賣東西 真的 我都想買了 好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其實綠色確實它也是招財 真的假的 我亂講的 真的真的 黃色呢 是財富的能量 但是黃色是屬於財庫 除土 聚財的能量 那綠色的話呢 它跟事業 跟正財 跟健康 跟一切的根基有關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想要 讓你的健康啊 還有財運 正財都很好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綠色 帶點金色的杯子 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杯子裡面呢 剛剛這個是財庫的時候 對不對 但是這綁客杯裡面呢 它有玄機的 你打開之後呢 裡面呢 會有一個財神的種子 這在杯口 帶到什麼 有看到嗎 在這裡面嗎 這裡面 對 它有一個 有沒有 財神的種子字 代表什麼 每喝一口的時候呢 什麼 引財 入庫 對 所以這個是 滿特別的設計 好棒耶 你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你想要 祈求健康的話呢 其實呢 你看喔 打開之後呢 裡面放的是 藥師佛的種子字 有看到嗎 對 代表呢 每喝一口水呢 呵護你的平安 因為它這是蓮花的圖騰 然後這是一個財寶的圖騰 好 那其實呢 這個杯蓋呢 也滿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這個馬克杯 如果是開放式的 很多東西會有灰塵 對 那你用這個杯蓋呢 這個杯蓋上面呢 有個路頭 有沒有 路呢 代表進路 財路的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喝進去的 都是健康的 我們喝進去的 都是有能量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生活當中呢 運用一些開運的小物呢 自己幫自己加持 自己幫自己呢 創造好運氣 除了得了健康之外呢 也可以讓你的生活當中呢 增添一些很好的趣味 讓你很開心